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持续锁定我们1800新闻重点直播 我是作恒 好 这个小时呢 也要给你最新的新闻 好 我们来看到呢 是在花莲的中校街啊 怎么会发生呢 深夜突然惊传枪响 这有一对呢 这个男女 他们开车经过了一个民宅 就突然呢 在驾驶座的这个男子 就拿出枪 朝着站在门口的男子 连开了三枪 好 这么生气 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坐在副驾驶做的是他的妻子 而这个妻子呢 不满前夫 所以呢才会找现任的丈夫寻仇 孩子就要出生 男子走出家门 准备前往医院 眼前煞出一辆黑色轿车 摇下车窗接连叫骂几句 手一声瞄准就开枪 头也不回 迅速离开现场 我前妻跑来我家 然后我刚好经过 我老婆也不爽 然后我就直接问她什么意思 然后她是直接跟我说 没有我现在就看你不爽 我现在这个就是你 站在这边直接看我针爆枪 执对方为仇人 过去就有嫌隙 即使前妻再婚 还是对前夫相当不满 找现任老公帮忙 登门寻仇 算是枪还是PV枪 我不知道 就是他说 叮叮叮这样子参售 深夜枪响 吓坏附近邻居 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嫌犯 迅速逮捕夫妻党 两人涉嫌恐吓及伤害等罪 遭韩宋地监署侦办 以时冲动帮妻子出一口气 这下两人一起进警局 第一别新闻高志宏 蔡新宇花莲采访报道 这也是准备进警局 是竹联邦的成员 他们竟然大玩诈骗 而且这个诈骗是用投资的手法 结果就骗到了一名70多岁的老翁 那么这个老翁本来有400多万的钱 是他的退休金 差点就要被这诈骗集团都给骗走了 好在是警方即时抓到了车手 也循现抓到主嫌 大批刑警进到屋内 把房间门用力撞破 冲到里头还有好几间房间 连续破门终于来到最里面 要抓的人就在这 原来这些黑帮据点 会被攻坚是他们在搞诈骗 遭到顶上 半路被埋伏远警逮捕 这名男子是黑帮成员之一 刚领完诈骗的账款就被抓 这名潮信车手是个通气犯 警察将他逮捕之后 在他的包包内发现一堆现金 仔细算高达400多万 钞票封条上有行员的名字 循现追查出 11名70多岁老翁给的钱 但被害人第一时间说自己没有被骗 结果警方不断劝说 他才终于相信 警方一路追查找回账款 还有好几只犯案用的手机 原来老翁会被骗 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假投资广告 加入之后 假客服人员匡称 投资高获利低风险 让他掉进陷阱 赞信主线是逐联邦雷塘成员 大陆在新北市三重炉灼一带活动 和其他成员搞诈骗 警方还要追查有没有其他共犯 并且申请查扣他们名下的财产 希望能让被害人拿回血汗钱 TVBS全国剧全国的新闻传播 台中市清洁队回收了大量的木柜 结果这里头竟然有宝藏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为他们发现在一个夹层里头 竟然有价值40万元的现金 以及金项链 但是他们是实惊不昧 非常值得表扬 随即赶快的报警 那到底这个施主在哪里呢 结果警方找啊找 终于找到人了 他说这是妈妈留下来的遗物 台中北屯清洁队 日前载回了大量废弃木柜 清洁队员要拆解成木片跟铁剑 分别回收 没想到在其中一个衣柜里面 发现了秘密夹层 里面除了有20万的现金纸钞 还有价值20万的金氏金项链 跟股票地契等 总价值超过50万 就怕施主会着急 清洁队员马上报案协讯 警方进一步比对申请回收的民众 还有存折的名字 终于找到了徐姓施主 徐姓男子说这些东西都是他母亲的遗物 三年前妈妈过世 全家人都找不到这些东西 没想到跟着旧柜子一起被回收了 他们非常感谢清洁队的石金不媚 让他们可以找回遗物 把妈妈的爱传承下去 环保局表示 也将依清洁队员工作规则 给这名石金不媚的队员 一支鼓励嘉奖 在网路上买东西真的要睁大眼看清楚了 有没有人也有类似的经验呢 因为就有人下单空调 他以为是日本松下的空调 就没有想到是松下广东公司 差两个字差了十万八千里 上海一名消费者 在中国大陆电商平台 购买知名品牌Dyson的充满吸尘器 但是产品却变成了Dyson突尼 而且售价只有47人民币 约200台币出头 根本不符合行情 不止山寨Dyson 还有华为变怀威 以及日本电器Panasonic 变成了P-A-N-S-N-I-S-A-O-C 包装上字母排列长度非常相似 甚至网购页面显示松下电器官方产品 让买家购买时没有察觉异状 我自行上了松下官方微信公众号 进行一个包装 师傅上门的时候 发现这个空调的logo和公司 都是正品空调 前任安装人器才知道 买到假货不是日本松下 而是松下广东科技公司 与日商毫无关联 更被官方列入经营一场黑名单 但是受害者要求电商履行非正品 假一赔时却遭到拒绝 欺诈的一个行为 是可以行使退一赔三的一个机制 根据入门消息 上海的消保会也要求 面对山寨品牌层出不穷 网购平台应该发挥把关功能 TV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也是要有这个把关的功能 在苗栗就有一个明代 他出面指控说他在10年前 花了8000元买的药材 拿来泡酒 结果呢吃了这么多年 现在突然到出来发现说 这个药材好像怪怪的 他指引说这里头的海马海龙 这个比较珍贵的这些药材 好像是塑胶做的 不过今天这个中医吃中药的 这个理事工会呢 也跳出来喊冤了 他说啊这事件完全不一样 这些都是真的 这是真的 大喊洗净呢 售书原本以为 假的海马海龙等药材 经过一天还清白 这就是零片 吃不开来 他批本的是这样子 很润 这个里面还有空洞 假药材的新闻一出 消费者工会的其他业者 都急着打电话询问 台中和苗栗中药工会的理事长 只好亲自出马到场鉴定 解析如何变真价 我给他一剪开来 你看到这里面 那边连肚子这边都有 那个塑胶的 他这个没有动一定没有 包括相代之称的 隔界海马海龙 都是真的不是塑胶做的 像是隔界 真品泡过药酒后 表皮正性十足 很难撕开是正常现象 不是因为是塑胶材质 尾巴切开也会发现 非实心有空洞 另外真的海马海龙 体内切开也不是实心 如果是塑胶质 就不会有空洞 那相代质疑的这件事呢 折断后海龙身体还会弹回来 中药工会理事长解释 海马海龙本身不含蛋白质 药酒泡久了 会呈现阵性和Q弹性 端腰撕不开 都是正常现象 理事长补充 相代这批中药材 是十年前在台中港的路边摊购买 但卫补部队中药材的抽检 还有边境管制都很严格 别说大陆进口 要在台湾本地买到假中药材 几率更是微乎其微 幸好假药材事件 只是乌龙一场 还好没有倒掉 所以还会继续喝就对 继续喝继续喝 TVS有谢古鑫苗栗报道 好又爆发了 这个有医护人员好难当啊 台南的安南医院呢 有病患跟工作人员 发生了争吵纠纷 而这个理由呢 就是因为这名病患 他不满说 他看病才十几分钟 但是为什么排队零药 要耗上一个小时呢 因此他开始呢 火气就很大了 等到火冒三丈呢 他开始就跟工作人员 出现了一些争吵 不过医院方面 他们也说 确实现在人力是比较短全 医院领药区挤满的人 因为排队等太久 有人拉开嗓门抱怨 抱怨男子一次看病十分钟 光排队领药就等了一个小时 群众等到不耐烦 现场鼓噪声此起彼落 最后出动保全和医院的公关人员 安抚才平息烧动 事隔一天 台南势力安南医院领药区 领药的民众依然很多 现场假期的一块大白板写着 号码牌超过一百号 预计等候时间一百二十分钟 额外会给停车优惠券 院方表示真的不是故意的 目前要是人力短缺 才会造成排队情况 现在协调中国医药大学支援人力 尖锋的时段行政人员也会在场协助 另外会多准备椅子 让看病的民众能坐着的 不用占到脚酸 从我们中国医药大学的体系 增掉了七位药师 我们希望最晚在下个礼拜 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 药师人力不足 病患领药受到影响 情绪直接爆发 人力的问题不解决 难保不会再有抱怨声浪 只是病患大声咆哮 入骂的激动行为也会涉及刑法公然侮辱 TVBS新闻顾小昌台南报道 但是再怎么样气 也不要伤害自己 高雄就有名45岁富人 她因为跟丈夫吵架心情不好 就一气之下 她把竹筷子就这样折成了四段 结果就吞了下去 直到隔天医师是透过这个异物取出夹 才把筷子拿了出来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幸好妇人没有造成胃穿孔等等的症状 这几根就是她吞进去的竹筷子 竟然有人把一根竹筷掰成四段 还吞到肚子里 让医师好傻眼 这个是少见 筷子是第一次讲 未经照出来 筷子卡在里头 医师透露 原来高雄一名45岁富人和先生吵架 一气之下把一根竹筷掰成四段 还全部吞到肚子里 医师发现这四节筷子 都还残留在胃的上半部 决定透过胃镜 直接把筷子夹出来 像这样把竹筷折断之后 其实表面上有很多尖锐木须 如果这时候把它吞下去 就很容易造成食道受伤 或者是胃穿孔 旁边它折断的地方 其实这旁边就不是说很平整 这些就有可能会磨到受伤 用那个异曲夹 直接夹在它的那个末端的地方 然后枝子就这样子把它拉出来 夹的时候要调一下角度 进入到肠子里面 甚至去引起长穿孔的机会 到那种状况的话 大概就要开刀了 富人真的非常幸运 筷子的断裂处不算尖锐 没有伤到富人的食道和胃壁 但也让医生直呼 富人命好大 富人的冲动行为 连医师都觉得非常夸张 也是第一次见到 没有造成胃肠穿孔 只是受了皮肉之苦 医师也要呼吁 夫妻吵架真的不要这样 实在太危险了 TVBS新闻里战胜虚 乱高雄报道 我们要标注的危险行为 请问模仿 TOM就说这是当主损吗 然后Lucas也问说 这要怎么排出来 所以真的蛮危险的 然后还有是这个Alpha说 这要怎么吞进去 对啊 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危险 而且他当下难道不痛吗 好 接下来轻松的话题 带大家来看到 是最美检察官来了 这位是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叫做陈汉章 他其实从小就发现 自己很喜欢穿女装 但是压抑了好久 直到40多岁之后 他决定要火出自我 一头长发婉约妆容 总是以精致形象现身 他被封为最美检察官 你有看过他戴着检户吗 好像没有 他应该没戴 因为他化妆几乎都自己化 在旁边帮忙观察 美不美的人是他的太太 因为最美剪作 陈汉章其实是个男儿生 谈情的男子就是以前的他 40岁后他决定勇敢 以女装亮相 在IG分享穿搭精品 瞬间爆红 但脱去洋装高跟鞋的陈汉章 是个黑帮克星 从扫荡毒窟到瓦解黑帮 工作能力亮眼 但在政经800的地检署 也曾遇到不同声音 有同事家人的全新支持 陈汉章活得更自在 而他也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生代手术 至于出席小孩学校活动 还是会以男装身份出席 认为等孩子再大一点 再慢慢教导比较深的观念 陈汉章人生下半场 为自己而活 活出不一样 精彩人生 TVB的新闻李狗正吴宇 台北报道 好AI4巨头现在都齐聚在台北 其实有很多的国外媒体 也是相当的关注 说接下来他的议题 持续带大家来看到 还是陈汉章 说陈汉章和妻子相处起来 过去大家很好奇 说他这样的装扮 跟妻子相处来 会不会有点尴尬 或是怎样的状况 不过他说 其实两个人就像是闺蜜一样 甚至还会一起使用名牌包 和妻子就像是姐妹桃 平时都会共用名牌 还会一起开箱 最美检察官陈汉章 和妻子感情相当好 这个很简单 两人默契十足 对彼此很了解 但还是会不时互相吐槽爆料 不过回想起刚在一起时 其实有不少难关要克服 出门的话 他因为这个状态很怕被发现 所以很多比如说我点菜 面对人要讲话的时候 都是要我去讲的 或是他在公开场合 不敢太大声跟我说话 因为怕他的声音吓到人 刚认识时就像是普通的情侣 乐检外形还是一般的男生 就在他表明自己喜欢穿女装之后 妻子选择接受支持丈夫 变成闺蜜 两人结婚已经十三年 但从交往到现在 一路上去世不少 丈夫在国外还被打散 乐检的妻子也说 因为老公的兴趣量 相处起来会碰上 和一般家庭不一样的状况 但因为像夫妻也像闺蜜 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同时也能是好妻子 好丈夫 也会是孩子的好父母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好我们看到AI4巨头 现在都齐聚在台北 当然外媒也相当的关注 在电脑展 他们会发表什么样的演说呢 尤其是南韩的媒体 最关注的就是像是黄元勋 他接下来是不是要访问南韩 黄元勋用韩文亲切打招呼 也接受体会 你有没有计划去韩国家 不止南韩媒体跟金进 这几天华人勋走到哪 都是被国内外媒体团团包围 四人下午举办全球媒体记者会 也争取外媒版面报道 回答大家自然关心 大厂之间的厮杀 CNN驻台记者一连好几天 狂连线主要关心AI趋势 由于今年被视为 全球AI终端装置的元年 不少外媒更是特别来台 参加Computex 有些是第一次来 当然除了传统媒体 Computex现场也有不少外国的 自媒体和科技达人 现场直播或录影 内容一上网 点阅率十万不是问题 不过以前来过的外媒 却是这样看今年的Computex 人工智慧是实际上最行话题 外媒迫切关心AI何时 如何 怎么能让终端使用者 很有感 TVB新闻廖广名 蔡明循 吴可元 赵慧仙都听听她报道 中国大陆的本土电动车崛起了 这也让欧洲很多的名贵的豪车 现在只能腰斩售价了 只是现在就有传出说 其实欧盟在7月初的时候 会对中国大陆制造的电动车开闸 德国豪车B&W在中国大陆打到骨折 从原本6折现在下沙5折 电动车款I3只要人民币17万多 约72万台币就可入手 就是为了抢救下滑的市战 还有德国福斯汽车宣布 将在中国大陆节省人事成本 以达到绩效目标 听说绿牌有很多政策扶持 而且英国新能源是电车 电费什么的这种开支 目前分析下来是明显低于汽油的 中国大陆本土电动车 大打价格战冲击外商 同时官方刺激消费 推出汽车旧换新 已经补贴达111亿人民币 对电动车补贴额度高于燃油车 从补贴实施以来 大概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到店评估的数量 已经增长大概有20%左右 欧盟去年10月开始 对中国制造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根据南华早报消息 欧盟官员告知大陆车商 将从7月4号起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征收临时关税 并与成员国协商四个月后 恐怕变成永久性关税 不止欧盟 美国能源部长也宣布 中国大陆进口电动车 调高关税四倍到100%以上 认为此举对美国汽车产业发展 至关重要 TB的新闻张家宝 重用文综合报道 大陆嫦娥6号的探测器 说是现在除了成功登陆月球之外 又有最新的突破 因为它是登陆到月球的背面 也就是说在月球的背面 它们已经开始可以采集一些土壤了 中国大陆嫦娥6号探测器 二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南极的爱特肯盆地 桌上组合体转缓速下降模式 这其实已是大陆探测器 第二次登上月球背面的位置 大陆央视全程转播 还配上气势磅礴音乐 嫦娥6号探测器 安全着陆 着陆器太阳翼 展开正常 后续工作按正常非空计划实施 而六四之天 大陆央视只见满满嫦娥6号的新闻 并开始在月球背面采集土壤样本 看似单纯的科研任务 却散发浓浓政治气息 这面国企由特殊的材料做成 照片中嫦娥手中的国企 在阳光的照射下 呈现出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国企应该能够激发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这次特别准备一面 玄武岩融融拉丝制成的五星红旗 飘扬月球 并号称特殊材质抗腐蚀 抗高低温 特别坚固耐用 玄武岩石头来自河北郁县 把这个玄武岩运回去以后 要把它粉碎 融化以后 拉成投放式的直径 大概三分之一 那个细丝吧 月球背面指的就是 月球背对地球的一面 而长河6号登陆的位置 又在这里一个最大最古老最深的盆地 直径有2500公里这么长 相当昆仑山脉 深度13公里 也比玛丽雅纳还够深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正面这1900平公里 14全部是在这里 那另外的这一面呢 过去一次都没有 那么这次的样本可以说 我觉得有可能对人类 对于月球的这个演化的历史 和各种形成的假说 有一个更大的认知上的飞跃 为了进一步了解月球背面的成分 长河6号使用钻取和机械 必产取两种采样的方式 所采集到的月壤 最后将由上升器飞起 与返回地球的组合体对接 送回珍贵样本 借助转移机构 样品容器将通过一个 200到300毫米的狭小通道 最终被抓取到返规期内 再者月壤的返回舱 预计6月25号会在内蒙古着陆 届时才完成围棋53天的 地月往返大陆积极 探勘月球 不过美国仍有信心 再人登月计划不愧输 尽管相关计划不算顺利 要延到2026年才能完成 不同的是 美国同时有各种各样的 民间公司共同合作 发展商业太空 波音也与NASA合作 开发太空船 星际飞机 要首度载人到国际太空站 只是原定台湾时间 2号凌晨的发射 又在升空前不到4分钟 临时喊咖 因为电脑控制系统侦测 异常触发终止指令 发射时间只好再往后 延到当地的6月5号 只是探索太空之余 中俄还盘算想吸收打造月球核电厂 美国之一背后真实的目的 可能是想部署太空核武 NASA署长先前就特别对此表达不安 担心若想法成真 势必对全球甚至太空人 构成更大威胁 有新闻 综合报道 好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在端午廉假期间 他相当的忙 因为他要到花莲来骑脚踏车 要来宣传观光了 只是现在刚刚好 不是立法院正在花东三法之际吗 所以会不会跟花莲县长徐真卫 以及花莲的立委傅坤其见面呢 民众脑团今天没有把话说死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搭游览车 不忘K歌 跟支持者畅游高雄 这个礼拜要到东部 还其花莲两天一夜 因为前两天的订房率 仅有一成 想用科室魅力促进花莲观光 从热门的打卡景点 鲤鱼潭消耗体力 怎么能饿到肚子 要享受在地美食臭豆腐 这一趟花莲要骑透透 除了要抢救民生经济 是否也要勘察在地环境 会不会有隐藏版行程 与县长徐真卫 国民党团总招傅坤其 讨论花东三法 它是一个民间活动 那我相信就一切顺其自然 请民进党不要过去说一套 现在做一套 更不要用这种测意识 颇份试的方式 用包裹式来讨论这种交通建设 党中央没把话说死 而且柯文哲的态度 就是跟傅昆奇一样 没有要包裹式处理 并且在超越协商时 花东快跟环岛高铁 国民党民众党是共体一个版本 也就是遵守民众党所提的财卷纪律 不举债也不编列特别预算 看来双方良性互动 且黄国昌在提着点 尽管国民党内部还在讨论 但民众党的坚决态度抑制 也替副总周隔空送暖 TVB新闻董工具 留意识的女生 台北草报道 好轻鸟的活动 现在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 有一群人说要募款来宣传台湾 只是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就说在国内 帮忙要宣传募款的这位发起人 他被同学爆出 疑似是一个诈欺的惯犯 但是现在海外的单位 就赶紧做出前情 美东时间6月4号 在纽约时代广场上 最醒目的广告墙上 出现巨型滚动画面 上面写着台湾是民主灯塔 自由蓬勃发展地方 平等的堡垒 这是海外青鸟发起的募资活动 只是在台湾的青鸟 Lillian帮忙宣传募款 现在却卷入风波 脸书粉砖上秀出脚好身材 本身是一名舞者健身教练 常常po出钢管舞等等影片 只是他被大学同学爆料 诚信男子发文说 Lillian欠他万元学费 另一名大学同学也跟进爆料 只要用他的姓名去查司法判决系统 就知道至少有三件诈欺案再生 有多位同学受害 而他本人也po文驳斥 从头到尾广告募资 没有经手过钱的事情 单纯义务曝光 希望大家帮忙 那参与这个活动的人 当然也是千千百百种 那直接把里面的一个人找出来说 他以前有欠钱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是非常一贯这种抹黑的手法 另一位置疑网络带风向 用一个参加人员 想抹黑整场青鸟行动 而发起这项活动的海外青鸟 也紧急发声明 强调力量小姐 的确是在台湾的协助者 只是因为个人因素已经主动退出 她从未经手过 募款资金金流等等事项 另外一路上也出现质疑 说时代广场 每30秒广告是80美金 一整天大约是74万左右而已 剩下的钱去哪里 诸文单位把合约书公开 扣除手续费 十拿250万左右 广告费用 折合台币也要200多万 不是网友说的 只要七十几万 青鸟在海外募款 想让世界看到台湾 怎料钱团圆 深陷风波 不得不澄清解释 这边新闻 综合报道 好即将夏天 那么当然在夏季的天气 很常常午后会突然出现了 强降雨 我们在今天就看到台北市长 蒋万安 他穿着青蛙装 要来视察 要看看这些雨水 这个管道 是不是正常 一生轻便短袖 有备而来 台北市长蒋万安 换上青蛙装 不顾发型压坏 戴上安全帽 要爬下三米深的 雨水管道 视察工程 被问什么 一切OK No problem 不会啦 三米很浅 你看礼服都觉得是小菜一叠 什么东西 讲完第一次下去 雨水管道 也没在怕底下会有奇特味道 似乎还有点兴奋 因为要下去了 要跟礼服一起 不是我要签的时候会找事 这个时候刚才倒修复 这个排水的那一些 大概都相关的都会有 北市雨水管道修补整件工程 这回踩螺旋工法提升红讯 下管道无数次的礼服 当其讲师 李富刚刚也特别讲课了一下 流量等于流速乘上面积 也就是说我们新的那一阵工法 它当然整体比较没有阻力光滑 所以整个流速加快 对于我们常碰到的短时强降雨 整体的排水量 当然就大大提升 尤其下秋两季 常常午后暴雨 以及台风强降雨 这考验北市的疏红效率 雨水管道不能不给力 TVBS新闻留意去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好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现在才加入我们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及时的收到我们最新的新闻通知 好马上呢 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国际的焦点 是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觉得一些国外的包裹 这些货物 看起来好像速度变比较慢呢 因为主要就是夜门叛军 胡塞组织 他们不是攻击了鸿海的商船吗 而现在影响还在 因为就连全球的第二大货柜港 也就是新加坡 现在面临到严重的塞港问题 新加坡的港口是全球第二大货柜港 现在卡住45万个标准货柜 塞港问题引发关注 就短期而言 很快这种海运的旺季又要到来 所以它的一个拥堵问题 要向在短期的解决 可能难度比较大 因为中东鸿海危机 导致船只绕道延误 为了赶上时程 减少靠港 并集中货柜在新加坡 导致许多非计划中的货柜 抵达新加坡 造成塞港 也使得船只卸货时间 从等待半天拉长到七天 进而造成亚洲各国出货压力 货柜卡在海上 货柜商得提早下单 全球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浙江义务提前出现采购潮 鸿海危机自去年延续至今 据了解台湾的海运三雄 也对塞港问题都不乐观 可能牵动运价飙涨 以及全球正在酝酿意后 首波锻炼问题 TB的新闻张家宝 陈日文综合报道 美国民众就募集到说 公路上出现了热气球低空飞行 在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最后就撞上了电线 而且还喷出了蓝色的火光 最后热气球又再升空 再度的迫降 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民众 周日傍晚七点左右 行驶在公路上 没想到道路前方出现一颗 低空飞行的热气球 这颗热气球装到电线杆后 喷出蓝色火光 随后再度升空 目警民众不确定热气球上 是否有乘客 随即报警 当地消防局表示 热气球上有两名乘客 因为篮子部分着火 严重烧伤 靠着驾驶扑灭火势 才没让着火的热气球 坠落在返忙的公路上 好险最后热气球降落 在空旷的玉米田中 有两架医疗直升机 紧即将三人送医 另外在土耳其中部 也有一架SF-260D军机 坠毁在田地 不断冒出火光与浓烟 机身半毁 机上两名飞行员 都不幸殉职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本来其实西方国家 很担心说俄乌战争 如果乌克兰拿了 他们外援的武器呢 可能会让战事升级 只是现在包含美国啊 等国家开始开绿灯之后 就说乌克兰已经拿了 这个外援的武器 打了俄罗斯的本土 而且乌克兰方面 他们宣称是炸毁了 俄罗斯的S-300飞弹 锁定俄军卡斯塔-212 行动雷达战 乌克兰特种部队 派出无人机 直接俯冲炸毁 这个号称是俄军 最先进的雷达装备 重创俄军控制低空空域的能力 这支乌克兰第71独立狩猎旅 空中侦察队也出动无人机 在高空中视察 俄军部队究竟藏在哪里 根本逃不过 乌克兰无人机的法眼 俄罗斯卡-52武装直升机的动向 完全被乌军掌握住 不过俄罗斯部队马上展开反击 无人机无庸置疑 成为乌军灭敌力器 不只在空中发挥大作用 在海上 乌克兰自主研发的 Megura V5无人艇 也再度小兵力大功 轰炸俄军船艇 现在乌克兰还要研发 多款地面无人车 眼前这辆无人车 号称能够运载上开100公斤的物品 或人物 还能在任何地形上行驶 更厉害的是这段画面 可以看到无人车上 坐了两个大男人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跟休旅车进行法核战 另外体积较小的无人车 则是负责深入敌营 埋下地雷 除了乌克兰国产陆海空无人机部队 陆续到位之外 乌军首度利用西方武器 成功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一套俄罗斯S300飞弹系统 就这样惨遭火焰吞噬 吉辅并未公布这一波攻击 使用哪一国提供的武器 但在欧洲多国相继开绿灯 同意让乌克兰用西方武器 攻打俄国本土后就传捷报 无疑是为在前线苦战的乌军 打了一剂强行针 只是放眼望去哈尔克福州的前线城镇 沃尔区斯克被俄军打成一片黄土 乌军说敌军之所以会选在五月 狂洪滥炸其实跟当地已经春暖花开有关 沃尔区斯克慢慢夺回湿吴克兰媒体发现 战败的俄军陷入两难 小乌军投降可能被杀货沦为战俘 但逃回国内恐怕也是死路一条 眼见的乌冰更在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上发现 俄罗斯部队中出现多名黑衣人 这些可能是被强逼上战场的俄罗斯老百姓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台中有一间高纸 这个高二的男学生被指控受涉嫌偷拍 而且这已经是他第四度的偷拍了 那么现在这个女学生的家长就陪着女学生来提告 学生拿手机对准女侧门口搜证 果然没多久有一位男同学走出来 他手上也拿着手机 面对同学搜证犯案男同学没多说 他涉嫌跑到女侧偷拍女同学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学生在社群团体上po出犯案同学 先前偷拍被抓到 只见校方人员站在厕所外 就等他出来 当时他穿长袖 这是2023年冬天发生 而最新的影片则是6月4号 男同学成为偷拍惯犯地点就在台中一间职校 犯案同学被指控连同6月4号 他已经是第四度偷拍女学生 他今年才高二还是未成年 非常感谢我们学校有五位英勇的同学 他及时的发现 并且通知我们学务处 校方亲上火线回应 强调受害学生以及家长 有道派出所报警提告 犯案的男同学则是被移送台中法院少年法庭 学校对此非常的一个深感抱歉 女生厕所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这个隔板延伸的主角 学生们不满 为何犯案学生多次偷拍都没被退学 导致骚扰事件频传 校方则是回应犯案同学家长有带回家管教 同时接受相关的辅导 针对学生们指控校方要求删除影片 感觉被施压 校方澄清是基于各司法 劝导同学 偷拍搜证影片 上传社群平台 校方表示案件进入司法阶段 不愿多说 同时也会启动校安机制 辅导受害的女学生 TVBS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高雄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同学 他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被躲避球给打到了 而且现在是脑震荡 那么家长就指控了 他说为什么当下学生受伤了 但是老师没有通知就算了 就连送到保健室也没有 质疑学校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有所落差 球是从这一面倒过 现在就是邮金比较消了 但是还是红的 对啊 爸爸放开小朋友的头皮 都已经过了六天 头上还红彤彤一片 因为他在学校上体育课 被躲避球打到 除了眼镜变形破裂 居然还脑震荡 但家长跟不满的是 第一时间上课的体育老师 没有把小孩送到保健室 也没通知家长 这次打球意外就发生在高雄凤山的一所国小校园 爸爸会这么生气 除了第一时间没有接到通知 老师在联络部还写下小孩不会闪躲 疑似在推卸责任 甚至当天晚上小朋友的状况还越来越糟 从皮肉伤变成脑震荡 而向学校反映 消防表示得知消息 除了赶紧约巡当事人 也联系在场学生了解状况 初步认定老师的处理过程有争议 这名体育老师担任教职约67年 不算资深但也不是菜鸟 但却在学生被躲避球重疾后 仅凭没有外伤 就忽略后续伤势的观察处置流程 因此校方将等召开完教评会 才会对老师做出裁处 不过家长哭等不到老师一个道歉 也将保留法律追诉权 要争一个公道 TVBS新闻林一邦 徐克城何一信高雄报道 好当然争这个公道 我们看到是宜兰有民众 他开车在路上突然是闪过了白灯 但是他当下很疑惑 因为明明车速是相当的慢 所以呢他就绕了一个路口 再来实验看看 就发现就算只开这个时速只有10 还是同样会被闪白灯 才发现这是国家级的追交手 他荡掉了 他开非常非常慢 巧王计程车正常行驶在路上 但旁边的民众却记录诊断过程 因为下一秒 突然白光闪过 仔细看是测速照相机 只是机器好像有点不太对 无论是快车慢车 全都照拍无误 我会受害者 他也开很慢喔 他也开很慢喔 非常慢喔 他差 五号庆程宜兰一名林姓男子 从郊西要回宜兰市 途中经过中山路五段 结果被国家脊椎交手 测速照相机拍下 担心这罚单收到该怎么办 我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跟他说回头再来一次 然后第二次又拍 我们就纳闷他在拍什么 我们就在对面录影 结果买一车过去他都会拍照 一二三四 千千后后就有四辆车被拍 而且速度都很慢 不过幸好还在测试阶段 原来是因为这里是易照式路口 五月初设置安装 六月初完工 还没有正式开拍违规车辆 厂商为避免影响民众 于离风时段进行测试 并不会举发 该设备在正式执法前 会办理公告及宣导 因为是在测试 所以先将限速调低 才会几乎每辆车经过就会被拍 而接获到民众通报 厂商也先将集气关闭 之后正式启用前也会先告知 先要直测试 否则这罚单的数字很可观 GBS新闻家陈兰婷 宜兰采访报道 好 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 马上就要迎接的是 七八月份的暑假旅游旺季了 那么现在这个说到暑假旅游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暑假有没有打算要去哪里呢 有没有一些好去处 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 但是现在想要出国的话呢 你可能订机票手脚要快一点了 因为包含像是日本啊 韩国啊 东南亚这些比较热门的 国人非常喜欢旅游的这个地点 现在说其实定位都已经来到了 有八成左右了 另外一些海岛国家 像是宿物啊 县港这些 巴厘岛也是同样非常的夯 那么现在这么多的业者 想要抢食商机的情况之下呢 就说还有航空公司 他们怎么办呢 找来了烧肉的品牌 希望用美食吸引搭机的乘客 这牛排厚度超过一公分 不夸张 米其林机上餐 马上在7月1号 飞往美洲线上吃得到 包含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以及纽约航线 看看这A5和牛特选牛排 基辅饭还有牛花烧肉饭 日式和牛汉堡排 烧肉餐送上云端 也能稍微抚慰一下 长城航线机票好贵的心灵 跟疫情前比起来还是比较高 那以目前来看 国人最喜爱的这个东北 还是需求是最强的 那我们在我们航网布置了 包括北美跟欧洲的整个定位状况 也相当的不错 因为航空成本持续上升 包含原物料 各国地情代理业务 员工薪资 飞机餐饮费用 让机票价格维持在高原期 台湾武航甚至直接公告 要涨票价 旺季每人每行段 服务费贵一百块 等于来回机票达到八百元 六月十七号开始调涨 毕竟暑假机票很热销 长榮三月付费日本爱园 近期东京大阪福岗 以及东南亚的速物 巴黎岛县港 定位数平均超过八成 皇上七月十四号 要付费西雅图 目前短程以日韩太最夯 长城布拉格布里斯本温哥华 定位状况也很踊跃 新宇除了日本县售出将近九成 海岛系列七月一号 要直飞的富国岛 县港 宿物 克拉克跟冲绳 航空公司都建议 要尽早定位开票确认行程 毕竟七八月旅游旺季 家长带孩子出国 尽管荷包失血 但回忆满点 机票涨出来的价格 只能当作把星期六里 搬上飞机 为了自己 TV贝尔逊 书国商店一台报导 好 我们虽然观看次数 现在有点出现 不知道什么状况 但是谢谢大家帮我们报数 持续的帮我们报数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来关心的是 马上周末就是三天的端午连假了 您有要出国吗 还是呢 要到哪个县市游玩 或是去过端午节都好 但是呢 高铁公司现在就提前 在连假的前夕 赶快开张了 说这个 左营站一楼的美食街 带您来瞧瞧有哪些好吃的东西 美食街呢 有这个知名日系的拉面店 而且还有高雄在地的 这个果子点心店 不过呢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高铁 左营站的底头 不用到餐厅 也能吃到法式糕点 除了把甜品店 搬到了高铁站 现场还有现主的日式拉面 热腾腾可以果腹 如果赶时间 小巧的日式点心 也能立刻带走 高铁站全线第一个美食街 赶在端午连假前夕 在左营站正式开幕 能吃东西能休息还能充电 但为了应付今年 最后一个连续假期 高铁也针对南北运输提前布局 从端节三天廉价的前一天 到结束的后一天 共加开了112班列车 整个五天的出运假期里面 我们也提供了881个车子的 旅运服务 那目前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为止 已经有43万2000名旅客 已经完成订票 虽然比平常多了 约一成五的座位 但热门时段已经被预定一空 其中包括廉价前一天的下班课时间 到当天一早 以及收假最后一天的中午过后 游客得事先确认座位 由于去年为了调整连续假期 造成补班客太多引发民怨 今年从山如流恢复正常 因此农历春节过后 连续假期只剩下清明节跟短午节 包含周二的中秋节 以及周四的国庆日 都不再有连续假期 也让今年最后一个廉价 特别受到重视 TVBS新闻的一帮核信 SNG小组高雄报道 好 我们可能也要放个乖乖 来这个小编把它上一下 因为乖乖说到这个 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系列 还包含有联名的商品 最新的是跟电脑展就来合作 就没有想到人气超级行的 马上就被抢光了 还有很多的网友笑称说 希望黄仁勋应该要请饼干业者吃饭 台湾人都知道 在电脑上面放乖乖 主机就会乖乖的 所以像Computex也推出了全新联名 以这个包包来说 其实开卖短短一个小时 就已经全部被抢光 乖乖的滑鼠垫跟磁铁 对 然后因为就是东方神秘力量 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帮助工作顺利一些 滑鼠垫或是那个磁铁的那个玉手 就觉得蛮可爱的吧 挤在摊位前 朝圣爆红的联名商品 但东看西看的大多却都已经玩售 Computex开展首日乖乖 收纳包滑鼠垫跟玉手三百个 一个小时内就全部卖完 就连展前预购也销售一空 电脑展半展四十三年来 首次推了纪念品的快闪店 没想到就靠着这东方神秘力量 销售开红盘 乖乖魅力超乎预期 网友笑这就是台湾黑客信 也是主机的守护者 甚至无限期要黄仁薛 老黄得不请饼干业者吃顿饭 毕竟就有人捕捉到会场外 满满的垃圾包装 保网表示每次看到这情形 就知道要办电脑展了 但今年可不止这样 一整排科技大厂logo 有灰达intel还有超围 全部都成了香蕉饼干 虽然全部限定送给演讲者 但computest也有限定礼盒 除了logo台湾地图 还有2024年 凤梨酥苹果酥再加上香蕉饼干 战季期间限期推出 computest科技巨头来台先起 AI热周边商品也赚到热度 冲高销量 体育新闻量男家庭台北村报道 英特尔执行帐也发表演说 比如说我可以打成Rose 就是变成一个玫瑰花园 输入指令要有玫瑰花的日本风景图 不到几秒AI电脑立刻生成 那我希望它生成的是换背景跟换衣服 所以你可以看 它的背景换成就是未来世界风格 要人像也没问题 给的指令越详细 生成的图片就越到位 确认过眼神上下左右 文字读到哪图片扫到哪 你的眼睛不会背叛你的心 假设你要往上往下 它也可以用眼球的部分来控制 AI的应用更贴近日常 Intel推出Exxon 6处理器 执行长基辛格在Computex的演讲上 公布高地AI加速器定价 提供更快速的AI解决方案 拓展AIPC产品领域 新一代AIPC采用X86架构 突破性的能耗表现 新世代的Luna Lake客户端 处理器架构的系统单晶片 可降低功耗最高达40% Imagine that the AIPC was a small but independent brain that can act as a personal agent who can understand and help you with your personal needs preferences and even work We think this is just a beginning because new small change from search to ask from computer learning computer to computer learning of people 宏基 华硕 音業達等要角站台 基辛格提到與臺灣的關係 以IT形容Intel與台灣一起攜手合作 長達三十九年 未來將繼續與夥伴一起改變世界 We also have great respect for the ecosystem here in Taiwan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e're here for Computex it's also the reason you know as you heard me on stage today complement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TSMC had as part of Lunar Lake the relationship we forged with UMC you know that we announced recently so we have great respect for the ecosystem but the world needs more geographically balanced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I think that's starting to take shape 根據預測 2028年大載AI功能的PC將佔所有PC數量約80% 聯發科副董事長蔡立行 也以無所不在的AI世代為題登台演講 秀出自家技術 鋪梗迎接神秘嘉賓 我們的手機 the back of a grey-haired man 这是你啊 I wish wearing a black leather jacket walking in a there's only one choice the one and only Jensen right? hey 你們的AI蠻聰明的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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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only one person who goes to the night market wears black jacket 台上互動看得出兩人的緊密連結 回答聯發科的合作並非第一次 I'm very proud of all of you and there ar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do together you know this is a new computing age and this new computing age has some fundamental shifts and how computing is done one of the ways of course that we've spoken about fairly extensively of course is the the importance of generative AI genative AI is going to be trained in the cloud largely but the goal is not training models the goal is using the models 為期一周的Computex 每天都有大咖雲集 話題不斷創高 AI是最最關鍵的關鍵字 TVBS新聞言人生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你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